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律政司反对黎智英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打国安法官司 终审法院下星期一决定是否受理上诉 多8千多宗新冠个案 政府再派外展队导院舍帮院有打针 详细内容 已经停运的612人导支援基金 陈日军、吴靠仪等五个信托人 连同基金秘书违反社团条例裁定罪成 罚款2千5百至4千元 裁判官裁决时说 若有共同宗旨而建立 会接触到公众的团体都属于社团 吴靠仪说裁决涉及结社自由 会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6个被告立法会前议员吴靠仪、何秀兰 歌手何云斯、学者许宝强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优主教陈日军书记 和基金秘书施承威 被控在2019年7月到去年10月 作为612人导支援基金干事 无为基金申请或豁免注册 西九龙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 严信仪裁决的时候说 社团条例适宜简短 只適用于一人以上组织 出发点是加强管制、保障治安 认为有共同宗旨而建立 会接触公众又和政治组织 有联系的团体都属于社团 而社团入面成员必然有商户权利和义务 但是家庭组织、朋友聚合就不受其所限 基金在2019年6月12日立法会被包围 多人被捕之后成立 一众被告有共同目标中止 向反修例抗争者提供支援 当中不可以对外讲述运作模式和政治理念 各人也透过公信力筹款 又会举行信托人会议 并且签订信托契约 由众人决定如何用钱 认为社团条例适用于基金 需要在成立一个月之内提出申请 和提交相关资料 除非申请人已经尽力 遇上未能控制的情况未能申请 就可以有免责辩护 否则每个干事都有责任 在法定时限之内为基金注册 但他一直运作去到2021年10月31日 都没有向当局注册 主任裁判官又认为 陈日君、许宝强、何秀兰和何韵思 属于推动运作的重要决策人 相等于副会长 而吴靠仪参与较多 是主要发言人 可以视为会长 又说不可以视秘书施承威 是合约承包商提供服务 因为他有份讨论决策 所以裁定一众被告 同属社团成员和干事 裁定六个人罪名成立 五个信托人各罚款4000元 秘书施承威罚2500元 这种案件涉及的是 社团条例五司条 初犯最高可以罚款1万元 这件官司不是只是为我们几个被告人去打的 因为其实在香港来说 不注册的社团是第一宗的官司来的 所以这个官司的结果 是关乎社会很多其他的人 或者团体 也都是对于香港社团条例 对于香港人的结社自由 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件案件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问题 他说会研究判辞 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612案期中一个被告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邮主教陈日君书基 强调案件与宗教自由无关 不认为香港的宗教自由受到损害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邮主教陈日君书基 在庭外见记者的时候 主动提到案件与宗教自由无关 我希望这件事 不要跟我们宗教自由拉相关系 因为我看到外国很多人 哎呀陈书基 那不关事的 我就是这个基金会的一分子 我们香港到现在 我没见到宗教自由有什么损害 所以请大家报告那件事 不要太强调我的宗教的身份 陈日君等612基金多个信托人 5月被警方拘捕的时候 是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全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当时梵帝刚教廷 和天主教香港教区都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而美国和英国就说事件不可接受 批评做法是压制异己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反驳 说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外国无权干涉 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 警方是按证据办事 是一个依法办事的问题 没有个人的感情在 香港是法治的社会 所以所有人无论他的年纪、性别、职业、背景、宗教 只要被涉嫌、违法 执法部门都会采取这个行动 刚刚当选行政长官的李家超 也说就算是有特别背景的人 如果犯法也都必须依法处理 警方调查之后 落案起诉6个人违反社团条例 据了解各人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仍然调查中 无线电视记者杨佩思报道 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就国安法案件或高等法院批准 拼请英国御用大律师来港抗辩 律政司提出反对 终审法院审理律政司的上诉申请 下星期一会颁布书面裁决 黎智英拼用的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到终审法院旁听 律政司反对高等法院 批准距离香港代表黎智英 在港区国安法案件抗辩 先后被告等法院原众庭和上诉庭 拒绝批出上诉许可申请 律政司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 案件由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常任法官李耶和福少康处理 律政司由资深大律师 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代表 袁国强说这宗是首席港区国安法案件 聘用海外大律师 强调国安法的独特性 应该凌鸣公众对公平审讯认知等的 公众利益考虑因素之上 港区国安法是独特的法例 每个国家制定的国安法 重要元素都有分别 Tim Owen没有处理港区国安法的经验 也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和重变经验 不会为案件带来显著贡献 代表Tim Owen的资深大律师 彭耀雄就反驳说 本港秉行一国两制 律政司不应只顾中国法制而忽视香港法制 强调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 都是中国和香港两个制度确认的法律 同样有独特性 海外大律师可以对一国两制下的案件 向本港法庭提供协助 彭耀雄又说 律政司应该提出四个下级法院法官 有什么决定出错 而不是提出一些之前没有提出过的论据 更何况他们在法律上都没有出错 认为中院凭这一点就应该拒绝今次的申请 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 高等法院原仲庭和上诉庭 已经考虑到申请海外大律师来香港的准则 仍然表明他们应该加入案件 有助港区国安法、法理学等的发展 常任法官李懿就说 律政司希望一刀切 全面禁止海外大律师参与这一类案件 但没有详述有什么特殊情况需要处理 也没有显明举证的责任 又引述上诉庭判辞说 如果由上诉庭审理最初的申请 也会作同样批准 中审法院听取双方陈词之后 押后裁决 不给予黎智英涉及国安法的案件 下个星期四开審 中审法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 颁布书免判辞 律政司说如果法庭最终批出许可 希望聆讯下个星期四前尽快处理 否则就建议押后黎智英案开審 中审也说不希望押后案件开心日期 无视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港协企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昭说 赛事中播放国歌等有出错的情况 相信队员几秒之内就可以作出反应 如果教练或领队等不跟从新指引 可以考虑解药 港协企奥委会向国体育总会 发出国歌和星华区旗指引 当中列明如果发现赛事播放国歌有出错 这个情况领队需即时带领队员 以T手势示意反对 要求暂停活动和立即更正 何谓即时呢 他认为领队可以处理到 又说若有人不遵从指引 会按级别和严重性作出惩处 受勤教练呢 有机会解药合约 若即是严重 尽量我们就不会影响运动员 他的总会暂停他的会务 对于参加国际的出品赛事 一样是可以的 他说如果主办单位办事不力 和做事不跟程序 也都会向国际总会 甚至奥林匹克委员会投诉 希望制裁对方或者停办 国际赛事一段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尔报导 本港新增8000多宗新冠个案 再多16个患者离世 有疑科专家说 近期再发现有确诊的儿童康复之后 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 认为在儿童群组有小爆发 近日本地疫情升温 新增的8878宗个案 本地占8316宗 有疑科专家说 过去一个星期有5至6宗 康复的儿童持续发烧 皮肤出红疹 眼罔发炎 心肝肺等内藏发炎 最初我都以为这个情况 已经是一度回落 是不会再见到的 但是在这个礼拜 我们现在在香港通报了 大概有5至6个个案 我担心这个情况 又会再死灰复炎 打齐新增疫苗 学校方面 605间情报984中阳性个案 5间学校一共有5班 同一个课外活动小组 因为出现聚集个案 而暂停面售科一个星期 15间安老残疾院舍 一共19个院友和2个员工染疫 隔离过去一个星期 出现个案的院舍 较前一个星期增加超过2成 规诊院舍长者的住院比例 也较前一个星期增加近一成 但是现在院友第4针的接种率 只有大约1成1 新一轮外展院舍疫苗 有接种计划展开 4个星期内每个星期到访院舍 最少一次 为合适的院友 打第4针和流感疫苗 另外当14个患者 在公立医院离世 脸房亦多情报 多两宗死后验出阳性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道 回奉上桥H案封顶离率四分一离 以目前最优位离率计 即是加到三离三七五 英国最大护士工会下个月 全国罢工要求加薪 回来新闻时间 汇丰银行上条H案封顶离率 上限四分一离 有按揭中介预期 按揭利率有进一步上升的压力 港联策息持续上升 H案主要参考指标的一个月刷息 已经升穿四离一水平 银行资金成本压力增加 继渣打之后 汇丰银行也决定上条新造按揭利率 下个月初将刷息按揭 即是H案封顶利率上限 上条至最优位利率减两离 以汇丰目前最优位利率 即是P为5.375离计算 实际利率上限调高至3.375离 同渣打提齐 汇丰发言人说 会定期检视楼案息率 并根据市场情况作出调整 加息之后 如果在汇丰城造二手物业按揭 以500万贷款額 30年还款期计算 每个月供款将会由21,000多元增加至22,000多元 每个月要多付686元 根据按揭中介10月的数据 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市占率四大银行当中 占最高的中银香港和第三名的恒生 目前仍未调整有关的所息上限 有按揭中介预计 年底前会有更多银行跟随家按揭息 黄美鳳有估计 本港新造按揭息率 会在年底前升至三厘半的水平 随着本港银行跟随美国进一步加息 春年的按揭息率有机会升至四厘或以上 无线电视记者盧沛恩报道 内地相隔七个月再全面调低存款准备金率 人民银行宣布下月5日开始 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5点指 预计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人民币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预告 会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人行对上一次全面降准是今年4月 到时同样是降低25点指 天升小粮申请加价一倍 小粮公司说明白公众对家福感到惊讶 但都是迫不得已 搭公共交通工具过海 最便宜的天升小轮申请加价一倍 平日成人加至6.4 长者也不再免费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 有议员担心加价令乘客量更少 为了解决一时的经济上的困难 去喝毒酒 其实很大机会是会搞死天升小轮自己本身的营运 坐得天升小轮的都是一些叫做有时间 休闲式甚至乎旅客 所以你加到那么贵它会不会去再坐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 今次的加价实在是逼不得已 因为本身公司的负责去到一个地步 也都见不到一个盡头 每个星期都还在燃烧一百万的现金 所以我们都对于今次的加幅 对有关公众的有点点 政府早前已经将湾仔和尖沙咀码头 中环7号码头以及连接大楼交给天升小轮管理 并准许批出商业广告的特许经营权等 赚取非票务收入补贴 有议员促请再增加码头的商业成份 是时候将定位去到一个以旅游为主的定位 例如在上面有多些的餐饮 商业面积的营运 我相信要维持健康的发展是有这个能力的 希望用一些商务的组合 引多些人去码头顺便会搭船 我们都和很多不同的机构 在码头与我们的船籍 举办多些活动 吸引另外一方面的体验 运输及物流局说 同意天升小轮是香港的标志 将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商讨应对措施 无线电子记者叶子华报导 英国最大护士工会宣布 将在下个月两天举行全国罢工 要求加薪 而有证工人、老师和大学职员 星期四都会加入罢工的行列 英国十月份通胀率达到11.1% 创41年来的新高 英国皇家护理学院总监马基说 现时护士的薪金水平 实际上比10年之前更加低 不少护士因而离职 人手不足也导致患者缺乏足够的护理 增加医疗系统的压力 黄家护理学院要求政府将护士加薪幅度 定于比零售价格指数高五个百分点 即是大约两成 但政府拒绝谈判 决定在下个月十五和二十日举行全国罢工 是学院成立106年来首次 英国卫生大臣柏健熙说 国民保健署已经有应变计划 将罢工的影响减至最小 并确保紧急服务不会中断 除了护士计划罢工 超过7万名大学职员 蘇格兰的教师 黄家游证人员 星期四亦都加入罢工的行列 争取改善申筹待遇 其中大学与学院联盟 下个星期三将再进行为期两日的罢工 预料有达250万名学生会受到影响 是英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 铁路工人的罢工也持续 英国铁路、海市和运输工人全国联盟宣布 聖诞假期前后合共罢工8日 预计服务会受阻 早前铁路工人罢工的日子 铁路正维持大约2成的服务 无线电视记者韩英桥报导 英国政府以安全为由指示各部门停止在敏感地点 安装中国制监控摄录镜头 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 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英国内閣办公室主任杜永敦 星期四向国会发出书面声明 说检视政府部门安装视像监控系统的当前和潜在风险之后 决定禁止核下部门在敏感地点安装中国制的摄录监控镜头 目前已经安装了的镜头 不应该接驳到部门核心网络 甚至要考虑彻底移除 杜永敦在声明说 为了国家安全有必要实现额外管制 申指引并没有全面封杀中国企业 但就指明针对必须按照中国法律 和北京安全部门分享情报的企业 去年6月已分的英国时任卫生大臣夏国然 被办公室的监控镜头影导和吕莫廉勇文 最终因为违反防疫社交距离限制 引咎辞职 卫生部据报当时就是安装了内地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 英国有私隐组织说 当地大部分公共机构都使用了海康威视 和另一内地生产商大华的监控镜头 早前有67个英国国会议员 集体要求政府禁止销售和使用海康威视 和大华的监控镜头 说有关的设备协助侵犯新疆维吾尔 少数民族的人权 海康威视就发声明否认威胁英国国家安全 说会联络英国政府跟进 公司说他们的镜头符合英国当地法规 并且遵守严格安全要求 强调公司不能将终端用户的数据传送给第三方 在北京外交部反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犯化国家安全概念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中国政府也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稍后回来的中国新闻会报导 内地新冠个案连续两天突破三万宗 广州黎湾区实行维远式管理 艺人易凡涉强监罪中淫乱案 一审判监十三年 偷税涂税被追缴罚款六亿 广州黎湾区实行维远式管理 三万二千多宗新个案 广东省仍然占最多有八千四百七十六宗 较前一日稍微回落八百多宗 广州占近九成四 荔湾区严格执行维远式管理 加强人员进出管理 是出入口安装闭路电视设备 24小时值班和预留应急通道 而近日流传海珠区有居民抢救护车 试图冲出封控区 当局随后否认事件 说是有人套牌假冒救护车 警方已经接手处理 重庆有6500宗 继续在当地指导防控工作的副总理孙春兰说 要将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应转进转 才能迅速切断传播链 并采取果断措施消除社区传播隐患 北京新增病例继续破迁 有1860宗 其中400宗在社会面发现 市委建委说 病例数字维持在高位 而朝阳区宣布社会面要慢下来 倡导居民减少流动 链近的河北新增3375宗集中在石家中 上海新增86宗 上海迪士尼乐园 星期五全面重开 入场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北京在疫情之下 商场、餐厅等停业 大学封闭式管理 是当地从商或者读书的香港人 如何度过呢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曾超日在北京经营10间餐厅 他说国庆假期后 已经担心疫情会反弹 但对暂停堂食感到突然 要临时调整餐单 生腸的话 以前我们平时生腸在外卖菜单上没有 这段时间我们另外出一个 例如微菜炒生腸 这些菜在外卖都买 最起码将食材消化 但在访问期间 突然接获社区人员通知 连外卖都不能做 要即时停业 曾超日解释 不同香港 暂停堂食或停业 是由街道办的基层官员各自决定 会不会有更多的餐厅 要求要停业 很难说 反正他们一个口头通知 我们就要执行 你问我是否舒服 我不舒服 但是来说我们更多是希望 它 不只是做那些所谓冠冕文章 你就算给个红头文件给我看 那又如何 我的损失始终还是损失 那倒不如来说你来来来搞定它 所谓叫做市面的话是回复正常 我觉得这件事是大家更想更希望看得到的 他又说在停业期间仍然要继续交租和出粮给员工 希望当局和商场业主可以提供一些补贴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而多间高校所在的海淀区近日病例也急增 独不大一年级的黄读学说上星期校内出现感染之后实施封闭管理 非必要不能离开校园 他估计疫情持续 部分考试要改在网上或取消 或者以其他方法计算学分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长康报道 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在内地涉嫌强奸 罪纵淋乱案 一审判囚13年 赴家驱逐出境 却因为偷税逃税 被追缴和罚款合共6亿元 32岁的吴亦凡在广州出世 拥有加拿大籍 出道之后曾经推出多首歌曲 并参与多个众艺节目 社交平台有700多万人追踪 去年涉嫌强奸被捕 案件星期五上午 在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算盘 案情说 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 在寓所先后趁三名女性醉酒之后 强行和她们发生性关系 2018年7月又在她的寓所联同其他人组织 另外两名女性走后进行淫乱活动 法院认为她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最终淫乱罪 两项刑期合共判监13年 附加驱逐出境 加拿大驻华事馆人员到亭旁听宣判 内地的律师说 根据刑法第35条规定 预计吴亦凡在服刑完毕之后 才会被驱逐出境 而去年率先指控吴亦凡侵犯 多名女性的网红都未足在判案之后 在社交网站发文说终于等到 又北京市民就认为刑期合理 尤其是我们女性这些影响还是蛮大的 她本来就是公众人物 按照法律来说 我觉得她是按照法律是公正的 她这个触法也同时也会让我们这个女性 让女性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吧 我讲因为每个女性都是比较弱势的群体 北京市税务局同日通报 吴亦凡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 利用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 透过境内外多个关联企业 引力个人收入等的方式 偷税涂税9500万元人民币 小缴税项8400万元 当局依法向她追缴和罚款合共6亿元 批评吴亦凡利用外籍身份和借助她 在演艺圈的流量优势 从事偷税逃税行为 并严重危害中国税收主权 专太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报 17573点跌87点 全日总成交超过947亿 专太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1点 巴黎剑指数升12点 德国Dex指数升6点 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仲会报道 很希望可以有心的人 可以给到这个希望 我觉得 这个四个月大的宝宝女 幻想罕见心脏病 需要心脏移植 机场第三跑道正式投入服务 回来新闻时间 儿童医院一个四个月大的宝宝女 幻想罕见扩张性心肌病变 心脏严重衰竭 远方说需要心脏移植 但要找到合适的心脏病不容易 都很希望可以有心的人 可以给到这个希望 我女儿给到这个希望的梓熙 可以给到她一个重生的机会 四个月大的梓熙 8月底食欲不振 吐石 到9月初情况突然转插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 期间曾经出现休克 最终证实说想扩张性心肌病变 一年只得一至两宗的个案 慈禧亦因病导致心脏严重衰弱 同日转送到儿童医院心切治疗部 接受药物和强心剂之后 9月中转为稳定 大出院10日之后又再入院 心脏衰弱越来越严重 左心室无法有效地攻血 需要靠呼吸机协助呼吸 儿童医院上个月中为止欺做肺动物奔扎手术 但到现在病情仍然未有好转 医生说唯一的方法是心脏移植 我真的觉得她很勇敢和很努力 我知道她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BB 如果她也不放弃的话 我们也不会放弃 远方说现在最难的是找到合适的心脏 捐赠者需要符合多个条件 包括证实脑干死亡 未有患扩散性癌症 例如血癌 或者不受控制的感染 此稀是欧加血型 但由于年纪小免疫系统未成熟 所有任何血型的心脏都适合 如果有市民希望捐出离世亲人的心脏 可以联络任何一间医院 就会随即转介给儿童医院 然后再审视是否适合捐赠 母线电视记者鹏榮熙报道 开始航班升降 熟习运运作四个多月的机场第三跑道 正式投入服务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等 出席启用典礼 全场3.8公里的第三跑道 7月初开始运作 至今一共有11000班机使用新跑道 引营政府放宽海外入境检疫 今个月有更多航班使用三跑 每日平均有大约140班机使用 第三跑道是机场三跑道系统中 最先启用的部分 主要作降落之用 成为新的北跑道 原有的北跑道重新编配成中跑道 渔客的工程包括重建2号客运大楼 机管局主席苏乘光预计 整个项目能够准时在2024年员工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明天举行 选出院市长院市议员等 其中一个焦点是台北市长选举 无党籍的黄山山下午和现任台北市长安民节 一起掃街拉票 而国民党的蒋万安就到全市12个区拉票 另一个候选人民进党的陈时中下午没有公开行程 只是在网上举行直播 四年一度的九合一选举 明天下午8点开始投票 下午4点结束 一共有院市长、院市议员等 九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以及18岁公民权修献复决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